台中市行大蒸發隊查知岩信男子涉嫌販毒 经搜证发现,岩南几乎以车为家 在台中市各地流窜,且因脚步受伤 脚掌还裹着纱布,只能处着拐杖缓迈行走 以寄送毒品的方式从事贩毒魔力 警方将其查契盗案时,随车放置保养骨折脚伤的奶粉 各式日常用品,即已包装完成尚未寄出的毒品包裹 共查扣二级毒品、阿非他命16公克 摇头丸两颗、毒品咖啡包、五包、电子棒秤及手机等证物 全案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,由法院裁定积压 并经检查官增结后,以贩卖毒品罪嫌起诉在案 绝将由油 Victraon 评伍型中文字非贩卖毒品 绝将冠结再次追求 不及肯定 第1章 逢遇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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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售 索 以贩卖毒品